稍微关注过陈瑶的人,都知道这姑娘资源略的不行,唐人单目一人的习俗,由来以九元人流长系数在过去的8102年唐人的种种恶劣行径,很难保证新的一年里不会变本加厉。 空档八月鱼 如我们所见,姚妹的像我们一样年轻,姚妹2018拍摄的唯一一部剧,四月份就已经杀青大吉了,而接下来的行程词越来越迷。 前方多图预警 空档档的美图,其实是姚妹舞的11月的行程,微笑,微笑,有人要问了,那第12个月呢? 到了年底,连行程图都没有办法阐述了呢? 行程配合粉丝评论实用,则是另一番风味,恭喜这些积极回复大胆意想的粉丝们,你们猜对了。 被公司推西阻系,甚至于,一推就是两步,被公司泼干水。 唐人自作自受,营销套区放料成打脸现场,姚妹平时清白做人他是低调,造谣都没人信。 不管是在微博还是投调,见评唐人买同营销,评论区均无人买账。 接下来的唐人脸上挂不住可笑的优秀买了营销,果然是穷唐白莲花不善于公关。 做作的选择了,让人一地鸡皮的吞回开炒,一开口即沦为笑柄。 2019走向南越料堂人的对待,就是这样让人哭都哭不出来。 就像即将上映的梦幻戏油,资源略到一路走来,坚持给姚妹剑Curt的视频博主,夹绕着,不干了要脱粉了。 算了,新年新气象,新2019,又是没有形成的一个月。 粉丝们也曾替姚妹初期抱不平痛骂公司,由于粉丝战斗力不足而且是单力薄,最终都演其辛苦不了了之了。 更多的粉片就于内省,Zack苦口婆心,既希望与姚妹自己了解,并意识到公司的险恶,学会为自己争取。 如果五年之后,陈姚差不死人了,这一点都不稀奇。 只要陈姚还待在唐人一天,就不能对陈姚正常发展事业抱着幻想,更不必想见开会人品大爆发之类,毕竟,贵公司连24岁想花本人品的退路都不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iPhone哦。